当天晚上六点多钟,天刚刚要黑下来 小区门前的小商贩们也都陆续摆好了摊 执行法官们在确认好了情况后 就直奔一辆粉色小吃车而去 尽管法官们找对了摊位 但是当天却不是被这些人余某某本人出摊 因此法官让这位摊主 帮忙联系他本人 而说起这个案子实际上就是业主欠物业费 那这钱为啥就是一直不给呢 我们项目吧有一户业主 然后它是2019年开始 就是连续三年聚缴我们物业费 然后沟通过程中呢 咱们物业公司也多次联系业主 那个请求业主这边缴纳物业费 但是业主呢就因为自己 就是没有能力来那个缴纳 然后连那个家庭房产的一些变更 然后一些家庭的事宜 导致就是连续三年没有缴纳物业费 物业方面表示 欠缴的那几年刚好也是疫情发生的三年 对于有缴费困难的住户 他们也宽限了很长时间 但是毕竟物业服务已经产生 这笔费用可以晚交 但是不能不交啊 这中间呢咱们就多次吹缴 但是始终没有那个吹缴上来 然后我们就企业 我们项目就通过合理合法的一个诉讼请求 请求到咱们铁系法院进行合理的追缴 在那个庭审的过程当中 他出庭了吗 庭审的过程中第一次的时候 他是有过来 有来 但是第二次开始呢就拒绝过来了 为啥有两次他上诉了 他没有上诉 因为第一次的话 那个法官这边是给他下那个传票 让他来 第一次他是过来了 但是第一次也是答应我们缴费 但是最后没有如约缴 然后第二次要那个再请他过来的时候 就没有过来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 被告人余某某 房屋建筑面积75.84平方米 2013年11月27日 原告取得该小区物业管理权 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按照每个月 2.1元每平方米来收取物业费 法院查清相关证据后 2023年6月19日 判决被告偿还 拖欠原告的 2019年12月1日 至2022年1月3日的物业费 3900余元 但是判决下达过去了10个月 被执行人余某某仍是无动于衷 从我们就是去年大三月份的时候 就是对他提起了那个 一审诉讼请求之后 我们夜班的保安队长 还有我们工作人员 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 就特别关注他的动态 然后就发现 他是在我们那个园区南门 支了个小摊 卖一些烤鱿鱼啊 或者烤鸭脖之类的一些食品 然后每天出摊的时间比较固定 大概是晚上五点多就开始出摊 到每天晚上90点钟结束 这是一个物业合同纠纷案件 然后它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到达我们执行局的 在去年年底 我们收到这个案件了之后 我们就一直想执行 然后申请人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但是他年底的时候 我们一直没联系上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因为某种原因 一直都没有出摊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行动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 被执行人于某某出摊的时间也越来越规律 因此法官们决定直接去一趟现场 我们下班之后六远多钟左右 我们第一时间就去被申请人的摊的地方 但是被申请人他并没有在摊位 然后我们根据保安大哥他给的线索 我们到了他的楼底下 然后发现他在楼底下 正好他正在出来的过程中 我们给他堵住了 然后我们就跟他进行交涉 终于法官们联系上了被执行人 并在小区内见到了于某某 他表示不是不想还钱 一方面是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 挣钱确实有困难 另一方面物业有些工作 他并不满意 尽管执行法官们已经在前期工作中 冻结了被执行人于某某的微信等支付方式 但是这并没有让他主动积极的履行欠款 你是有没有那个欠胡椰费这个事 以后对不 你们俩不也协不也是少人过吗 协商那后来我说要解决 他说到现在他也不给我解决 你看后边判相 你看最后一样 最后一样有那个判相 不解决完事 开庭那时候你也没去啊 是没去当时我说 我说我可以交 交完以后 然后我就找他一回 我说我那家门口端要掉了 到现在他就不给我解决这事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 因为这个判决我没交啊 还是什么的 但是我一样我也跟他 自己协商 我跟他协商过一回 判了你这边承担3981.5 然后就还有一个收礼费 就是由你承担的 然后之后 这收礼费我是交给谁 就是他这个钱都是你这边给房大 这些钱都是给房大 折合最后的话是 你还有一个持修旅行金 应该是有100多元的 法官们表示 案件涉及的还款金额并不多 如果余某某有还款的诚意 是可以凑一凑这笔钱的 但是余某某表示 法官突然上门 他也很懵 并没有做好准备 法官继续劝说被执行人余某某 没有必要为了这样的小案子 将来影响到自己的征信 或是用强制手段来制约他 然后至于你说的那个 像你说那个 他这个房子 说你有什么问题 什么他物业没给你文修什么的 这个是跟这个吧 是你们俩之间的事 但是你跟这个案子是无关的 就是你们是基于 但是学校是怎么解决的 这个事 你需要给他物业费 就是我把这个费交了 然后我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是两码事 就是你这边 他是基于物业合同来管理 要物业费 你这边你他这个法院判决成效了 你就需要承担 需要是我把这部分解决了 你那个你跟他那个写赏 如果他那边跟你修就完事 如果他再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就 你这边你就是属于事 你也可以到法院去 起诉他 这属于是另个案子 啊那我那我明白了 那这事我就是给他解决一碗事的 把这个精神解决一碗事的 然后这个案子就是解决了 对 再有什么事就是我跟他在这 对再有事 你要说你想以原谅成分去起诉他 他没有进到维修义务 或者什么样 但是你也 那我那我那我明白 那我明白了 就是我现在把这些钱解决 就完事了吧 对对对 这个案子就解决了 你现在能到物业那边 现在直接交费吗 现在我不能 我得过几天 我想两天三天 你这边你不是还在那个外边 换牙蚝吗 那不是我摊 哦 那你住去换牙 是我摊 我还说啥 我微信现在保护我也接不来钱 物业那个我微信动静也是跟这有关 是不 要我打那个电话始终是没接过 如果说你没有其他案件的话 就是这个 没有 但是有个解析 反正电话当时到现在打也没接过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是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 就是你物业份 那我就是这两天 我把这个这个解决完事 完事 上别的事我再跟他谈完事了 你现在你 至于有问题 现在呢 你要问借一下啥的 把这整了 现在借不好借 现在身边房子一个比一个 不是 那你两三天之后 你要是没有关上 那我还要来找你 你现在做什么的 我现在就是没事 他有那个啥 房子还包点活啥 就跟他干点活 哦 你发贷收入 能 那不稳定 有时候一天 一百二百的 不稳定 不是说总有活的 被执行人余某某表示 自己现在没有固定工作的收入 出摊也不能一下子挣出很多钱 往往都是挣到个两三百块 不一定有点啥事 这钱就也没攒下来 赶着挣就赶着花没了 此时对于这些说辞 法官依然保持谨慎态度 决定还是要再细致的查一查余某某 当时我们是拿了搜查令 然后我们搜查了他手机 但是他的手机流水是非常小 大概每个月就四百多块钱左右 然后是确实是没有什么流水 我们就跟他进行那个交涉 他就说他三天之内能把钱还上 我跟你这么说吧 就是我们这事我们都过来了 就这事你现在就是肯定是躲 像躲的是躲不了了 不是躲啊 好不 而且你这个钱我跟你说完了 就是每天他都会 对于被执行人余某某承诺 三天内还钱能否达成共识 还需要申请人 也就是物业公司那边同意才行 于是法官给物业负责人打去了电话 你好 我这边现在在你们这个小区里 然后都这个远远在我旁边 然后都他这边是啥呢 是他现在暂时拿不出物业费 他这边承诺是三天之内 他也能交起 然后这边我想咱这边 物业派一个人 咱就是一起签个那个和解协议 让他就是相关于写个承诺书似的 这种的 你看谁来对接这个事 2024年4月11日 被执行人余某某承诺 会在4月13日三天内 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给付拖欠的物业费 共计4218元 如果做不到 他愿意承担相应后果 也就是自愿拘留 目前的话 这个物业费已经缴纳到我们公司账户 谢谢大家